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到底特朗普總統會不會參加2024年的總統大選 一直都是美國政界和媒體關注的議題 他最近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開出了一個條件 他就說到底2024年選不選就是取決於這個條件 是什麼條件呢? 就是要視乎到底在明年舉行的中期選舉當中 共和黨的表現是如何 而第二宗消息 拜登在上任之初已經開放了美麥邊境 給人一種印象就是歡迎非法移民或難民 湧入美國境內 但是去到昨天他就肅沙了 他竟然間公開這樣向那些難民喊話 叫他們不要再去美國 這次美國真是被他玩到殘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特朗普總統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說了些什麼 他就說 根據每一項的民意調查都顯示 第二大多數民眾都希望他能夠再次參選 但是他的團隊將會再考慮一下 再去觀望一下 第一步來說 他們就必須要看看究竟他們能夠對於眾議院做到什麼 他認為明年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能夠使共和黨重奪眾議院 其實特朗普總統在卸任之後的頭一個月 已經在海湖莊園的主場 接見了多名眾議院的共和黨大佬 而且還達成了一致的共識 就是特朗普總統將會在明年的中期選舉當中 努力協助共和黨重奪眾議院 當然也不僅是眾議院 後來有些參議員也去了海湖莊園眾見他 其實明年這個中期選舉就會全面改選眾議院 因為眾議院是兩年一任的 至於參議院也有三分之一的議席改選 那麼現在參議院就是50對50而已 只要在改選當中贏多一兩席的話 那就能夠重奪兩院的控制權 至少來說在兩院都佔了一個叫做simple majority 叫做簡單多數先不要失威 而這個中期選舉 相信特朗普總統也視之為一個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如果真的如他所願 共和黨是能夠重奪兩院的話 相信他在2024年出選的機會就會非常之高 近期也是屢次有消息傳出 就說特朗普總統的媳婦羅拉 這個羅拉其實就是他兒子的老婆 說他將會在北卡羅來納州那裡參選參議員的席位 原有的席位 現任那位參議員就行張退休了 所以就會由他去接棒 當然這個消息還未確實 但是已經有很多媒體在吹風了 如果真的成事的話 我相信這位羅拉的參選也會成為一個指標 如果他是順利勝出的話 當然就能夠為特朗普總統打響的頭炮 因為相信絕大部分的民眾 如果真的投票給他媳婦的話 其實都不是單純支持他媳婦那麼簡單 而是更大程度上就是支持他背後的特朗普總統 所以我相信這個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試驗機會 能夠測試得到真正的民意走向是怎樣 好了 至於特朗普總統在訪問當中 也作出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警告 警告什麼呢? 他說如果HR1法案是能夠在參議院裡也通過的時候 這樣共和黨就將會是萬劫不復 是永遠沒有翻身之日 那麼到底這條HR1法案到底有多惡呢? 其實裡面寫了很多東西 是根本性地將美國的選舉制度永久改變的 HR1法案裡面有很多條款都具有爭議性的 例如說准許全國性的大規模郵寄投票 就是說現在這種規模都還不夠 還要擴大規模的 另外又准許16歲和17歲的青少年選民登記 永久准許提前投票 對於網上登記做選民進行最低限度的嚴正 以及將選票的收集合法化 這些全部都是對於真正的民主價值有損害的 你永久准許提前投票 明明大家投票說好了在那天 那你就在那天投票 你有心投就算排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看看香港人2019年排隊排多久 一樣是這麼投票 除非你說針對那些 比如說行動不便的人 或者是長期病患的人 那你給他提前投票就是一個因素 你好人好者四肢健全 周圍走來走去 你提什麼前投票呢 這些就是根本上對於民主價值 是有損害的東西來的 而且你進行選民登記的時候 你應該是查清查楚 你有沒有可能最低限度驗證呢 還有就是你把這個選票收集合法化 也是有問題的 現在的選票收集是否合法化呢 由政黨來做 其實也有多少的限制 比如說限制了你到底收集多少張票 這樣 如果你這樣去周圍結束 那些選票收集合法化的話 你基本上就很容易造成了舞弊的情況 當然民主黨就不認為這些東西 是會損害得到民主價值的 所以他們就強烈推動這個法案 其實在眾議院裏面 這條法案就已經過了 220對210 贊成就是220 因為民主黨佔多數 問題就是 現在上到參議院 到底這條HR1法案 通過的機會大不大呢 其實就不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參議院在討論法案的時候 就沒有限時間 那些共和黨的議員 就可以採取所謂的拉布戰策略了 就可以不停地來發言 拖延這個表決時間 當然 你有張良計 他也有過長梯 參議院的議事規則裡面 就寫明了 參議員是可以提出動議 結束議案辯論的 一結束辯論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進入表決程序 但是結束法案辯論的門檻 就是參議員的五分之三多數 換言之 要有60位的參議員贊成 才可以結束辯論 現在在議會裡面 就50對50 就算加上賀錦麗的一票 都沒有用 因為你要60票才能夠過 你說會不會有10位的共和黨議員 倒過走去 贊成結束這個法案辯論 我相信機會就很低了 因為當這條HR1法案 真的獲得通過的時候 共和黨就將會處於一個極度不利的位置 就算是有些共和黨人 他本身有多少離心力 他也都犯不著酒去投贊成HR1法案 因為連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會玩完 當然我知道有些網友就說 共和黨裡面很多鬼 實際上來說 就算是說上次要彈劾特朗普 都是走了幾票 都沒有60票這麼多 到最後我相信 這條HR1法案通過得到的機會都很微 共和黨參議員一定會出盡法寶 嘗試抓到這條法案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拜登在處理難民議題上的進退失據 他在2月中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 說要准許那些前往美國尋求庇護的中美洲難民 進入美國境內等候移民法庭審理他們的申請案件 而前朝政府的政策 就說要求他們留在墨西哥等候 現在拜登就中門大開 引起這些難民入關 好了 似乎各州的反應都相當反感 就算你說南州也好 其實南州的民眾都不歡迎非法移民 因為這些非法移民會造成很多問題 第一有些人會去做黑工 就會造成就業的問題 第二有些人會去打劫的 又會造成治安問題 總之就會對於州本身構成了很嚴重的負擔 而特朗普執政時期 對於這些非法移民或難民 採取了最嚴格的防範 但是拜登就要鬆綁 他就是要別樹一格 他就是要告訴別人 他在處理非法移民這個議題上 和前朝政府的手法是有不同的 問題就是 現在卻弄得很壞 各州的收容量也是爆表的 現在拜登卻公開地向那些非法移民 或者難民喊話 拜登就說 他可以說得很清楚 不要離美國 請勿離開你的城鎮、城市或者社區 根本上拜登就是捉蟲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的四年 對於這些非法移民 作出了這麼嚴格的規範的時候 當然啦 他們有四年都已經捱住了 你這天說要開放的時候 那些人當然是報復式地走去 湧入美國境內 拜登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考慮過 各州的收容能力是怎樣呢? 顯然就是沒有了 現在終於各州的收容能力都爆表的時候 你才叫別人不要去 那你當初為何要改動了特朗普總統時期 針對非法移民的措施呢? 證明得到別人的措施是對的 你的措施是錯的 當然現在你撥亂反正也好 比說不搞 問題就是 你過去一個月到底在做什麼呢? 到底你拜登會不會出來認錯呢? 根本上搞出這些大頭髮 民主黨就必須要負全責的 因為拜登是跟你們同一個政黨的 你作為同黨 竟然之間不去指出拜登的政策 有什麼漏洞 或者會引伸出什麼問題 反而你還去附和他 還去拍手叫好 結果現在搞壞了 你說是不是需要共同負責呢? 不只是拜登一個人要負責 而且你不斷去容納這些所謂非法移民 或者難民 就對於那些合法移民來說 是造成了另一種不公平 人家合法移民 比如說醫親友好 投資移民 技術移民 什麼移民都好 如果從合法途徑去申請的話 你必須要符合得到 美國政府所開出的一定條件 你才可以移民過去 你這班非法移民不是的 過了海就神仙了 總之你能夠達陣 能夠進入到美國境內 你就當皇帝 喂 這樣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所以拜登根本上 就不懂得治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